驼蛇古地狱的秘密揭晓 硝烟发誓要让古族对自己臣服 原路中为了保护硝烟 薛儿也对他说出了这驼蛇古地狱隐藏的秘密 据说这块地狱关乎着斗地之谜 古族和魂殿都非常想要得到它 如果集齐八块驼蛇古地狱 就有机会获得进入斗地的方法 除此之外 在斗气大陆上 即使有着许多自远古传下的强者遗迹 每次遗迹被发现都会引来大陆的震动 妖老曾经也参与过一座斗地遗迹的探索 他有可能就是在那里获得了焚绝 硝烟没见一条 他也听过妖老偶然说过 焚绝便是他偶然所得 而驼蛇古地狱是斗气大陆上最后出现的一名斗地 他留下了一座至今没人知道在哪里的斗地府 古族和魂殿都想抢先进入 获得晋升斗地的方法 这驼蛇古地狱就是开启斗地府的钥匙 听得熏儿此话 硝烟脸色也是越发的凝重 没想到活蛇古地狱竟然是斗地留下的 任何与斗地有关的东西都会身价暴增 古族就是例子 他们拥有着斗地血脉 因此在斗气大陆上地位极高 说到此处 君二也提醒到 在没有绝对实力之前 硝烟哥哥手中的活蛇古地狱绝不能暴露 他还提到 硝家曾经也是斗气大陆的一流势力 在那时 即便是冰河谷都难以匹敌 文言硝烟也是一惊 倒是没想到硝家当初这么辉煌 不过可惜的是 后来就无间的没落了 之后 硝家的一些先祖就离开了中中 选择在加玛帝国生活 渐渐变成了现在的硝家 随着时间流逝 现在的硝家年轻一辈中 已经没人知道这些往事了 他告诉硝烟 硝家曾经那位先祖实力极其恐怖 短短几百年时间 就名列整个大陆的前列 当时能与其匹敌者只有四人 硝烟对此感到十分震撼 想必当年那位硝家先祖 实力定然是通天之辈 且硝家那位先祖的天赋 就连古族都深深佩服 硝家与古族的盟约 也是在内侍结下的 盟约的内容是 古族要在关键时刻保护硝家 保存硝家血脉 但随着时间推移 和硝家的落败和移居 盟约也逐渐失去了效果 熊而望着硝烟道 当初我去硝家 一是父亲想让我去过个安静的童年 二便是足中一些人 想让我将硝家的驼舌古地狱 取回来 硝烟文言调侃道 不过他们却是没想到 不仅没有将驼舌古地狱拿到手 反而赔了更贵重的宝贝 熊而明白 他在说自己脸颊上泛起娇羞之色 接着硝烟询问硝家先祖的名字 熊而微笑 圆集轻声道 那位硝家先祖叫做硝玄 硝烟觉得这个名字很是霸气 符合硝家老祖的身份 熊而有些无奈地看着硝烟 他的一颦一笑都充满了天然的魅力 让硝烟有些目不转睛 若有所思的道 硝烟的目的虽然藏在古族中的古界之中 但古族之人无法进入 只有硝家族人才能进去 听到熊而这么说 硝烟随即表示 如果有机会去古界 他会去老祖宗的古墓看看 熊而轻轻一笑 旋即像是想起什么道 你是硝烟后代这件事 尽量不要外传 因为硝家当年得罪了一些强横势力 这些势力可能还存在 如果被他们发现 可能会带来麻烦 中周上的势力 可并不止一殿一塔 二宗三谷四方阁 还有一些影视的势力 比如古族 也是极其恐怖的存在 毕竟啊 底欲放在那里 总会有一些不出事的老妖怪 不愧是中周啊 果然当得起 狂龙卧虎四字 此外 熊而也告诉硝烟 自己这次出来 不能待太久 否则会给他带来麻烦 他走后 硝烟还是要靠自己 听得熊而要走 硝烟也十分不舍道 我什么时候才能去古界寻你 只要你对自己有信心 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硝烟表示 他会谨慎行事 不会让熊而失望 他相信自己总有一天 能够到达肖家先祖的成就 让得整个古族 都是对其那般敬畏 到时候啊 就没有人能阻止 他和熊而在一起了 熊而担心啊 硝烟在古界 会因为实力不足 受到一些贬低 但硝烟并不在意 他只在意熊而的笑容